好的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中国劳工运动也在兴起 这个美中贸易战刚刚开打 中国劳工运动就在一些地方开展起来 即不久前的这个塔雕司机和卡车司机展开大规模罢工 要求提高待遇的抗议活动之后 现在深圳家世科技公司要求组建工会的一些年轻人 与资方和当地警察对峙 多人被刑拘受到关注 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维权工人和企业双方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 叶冰 2015年709大抓捕行动之后 长期作为中国工运前沿的广东 当地的NGO和工运人士也遭到了当地的打压 广东深圳家世科技公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 遭到打压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沈孟宇毕业后 选择做一名普通工人 那么在家世工人维权行动中呢 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今天下午呢数十名工人呢来到深圳的平山区政府 向区委书记陶永新提交联名信 要求释放被抓的家世公司的工友 那么下午5点左右呢 沈孟宇等工人代表15人被警方强制扣押 刚刚传来的消息啊 那么最近几天深圳家世科技工人呢在危险过程中 遭到燕子岭派出所警察和家世公司保安的殴打 那么有6名工人被以寻衅滋事 刑事拘留 那么其他声援工人呢 也被警方这个短暂的扣押 网络视频显示呢 警察派出多余抗议者人数数倍的警力包围抗议工人 那么在工人抗议的同时呢 一些身穿平山情报制服的人手持摄像机对工人拍摄 危险工人表示呢 家世公司人事经理郭立群 财务总监夏如意等指挥保安殴打工人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毛左人士啊 呼吁奔赴深圳声援家世维权的工人 那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 发布了公开信声援家世工人维权 那么家世公司的财务总监夏如意称呢 公司现在挺好的 只有6个人是被家世公司开除的工人 那么他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态度 作为记者我认为是要客观 对我就是客观才会打电话找你 我们公司有千多号员工 现在我也不 就是说你去看公众号吧 因为现在说他们是对的或错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我现在也不及评价 最后是以政府 以公安机关的意见为准 第二他们的情况我们现在不了解 他们所谓的那么多工友其中 真的是公司的员工 或者公司近期时代的员工 一共就是6个人 其他的都不是公司的员工 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在家世工作过的员工 公司现在内部的情况 我觉得都挺好呀 那么家世公司发布的公告称 阻挠员工成立工会 父兄殴打员工 家世黑工厂是谣言 生成公司辞退的是打架揍殴的员工 家世科技的董事长潘磊 人事部经理郭立群 都是人大代表 那么这次家世工人维权行动 得到了中国的毛左派的支持 可以说是目前公运的一大动向 那么刚才呢 我们在关注沈梦宇等这个声援 维权工人的这些声援团的人 被警察扣押的这个事情 我们打电话 多次打电话到燕泽岭派出所 但是呢电话拨通后 就没有人接应 每次都是刚刚一接通就发断 目前呢我们还在继续关注 他们的情况 好的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